我是谢小飞 这是故事开始的我 骄傲 跋扈 目中无人 谢谢 如果不是这一天遇到她 我对人生可能还要这样下去 来吧 吵死了 头疼 这是优达吵啊 我也是第一次过来 你说把餐厅开在这种地方 肯定也不是为了赚钱吧 把店开在这儿 就是为了让生意厂上的朋友 有个店聚聚聊聊天 实行的都是会员制 进去都要刷卡的 你的卡是哪儿来的呀 当然是老齐给我的 老齐跟这家店的老奖 是好朋友呀 以后这种场合让老齐陪你来 别叫我了 他出差了 你就是个备胎 不要太认真嘛 你们俩什么时候把事办了 办事我是不指望了 老齐已经离婚那么久了 估计他已经没有 大操大办的性质了 红本得领吧 他忙 忙过这阵子再说吧 你确定只是忙吗 你什么意思 老齐 我可是提醒你啊 我上个星期还看见老齐 跟他前妻在一起呢 他俩虽然离婚了 还是工作伙伴呀 一起见见客户 谈谈生意 很正常 正常得很 我信我信我信 你这什么表情 你什么表情 我跟你说 老齐离婚症还在我这儿压着呢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过得好 你是不是看上老齐了 干吗呢 看不见车过来了啊 你谁啊 我告诉你 在美国私闯他人领地 无理取闹我教训你 这是正当方案 嗯 中国话那么多 为什么不能学两句好的呢 我是不是也得向你学啊 拿电棍指着别人头 你谁啊 不好意思 我走错房间了 对不起你别生气 我这就带他走 是你啊 是你啊 你刚刚差点撞到我们 快点道歉 算了 他叫我们走吧 我就不 没想到你脾气还挺大的 怎么着 正好呢 我也一个人过来了 无聊得要死 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坐会儿 你放开我没时间 好啊 你找个地方吧 没问题 走吧跟我过来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疯了是吧 是你疯了 是你疯了 是你中邪啊 母老鼠 母老虎 不是 给我等着啊 我说你跟那人什么情况 你认识啊 你有什么情况啊 纽约有过一面之缘 没想到 你家人这么没素质 还竟然 来说说说说 你原来对那人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想的 你确定 那怎么了 不然呢 鞋都砸了 对啊 我们这样对人家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有什么不好 那要不然去道歉吧 那算了吧 咱就砸了 这什么时候来了 聊啊 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鞋挺贵的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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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吧 来来来 上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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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小姐 是 职典子 有什么好 对啊 那很久 来 你现在已经有什么事了 上车 这好 对吗 这种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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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 我来问摩托 咱们 虽然很公平 。 ウィり 九 怎么又是你啊 你是不是来跟踪我的 谢 谢先生 李先生给您联络起来 谢先生 你不会就是谢小飞吧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真的是你 我果然没说错 你是来等男人的吧 你好 我是这次CEE的代表 我叫童威 请您指教 中国有句俗话叫什么来着 冤家 冤家鲁歪是吧 您说笑了 那句话叫冤家路窄 而且这次CEE是来协助谢氏的 我们不是冤家 我们是盟友 盟友 往客户头上砸高跟鞋 这就是你们对待盟友的方式是吗 我们还有一句成语叫做不打不相识 很高兴认识你 我听不懂什么相不相识 跟我没关系 我们不吩咐 去吧 我们要留住 快点 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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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睡眠时间 你确定你要跟我进房间 您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可以给您五分钟 让您先处理一下 你这么晚了一个人跟我进酒店 会很危险你知道吗 您应该也很清楚 我们两个并不符合彼此的审美标准 那我只能说 你真的是太不了解男人了 我这么一个单身的男人在酒店 很寂寞的 而且我根本就不会挑剔 刚进来的时候也跟你说了 会有危险 怕了吧 怕的话 我就不会跟您进来 你什么意思 明天上午十点 我希望在CAA的会议室里看到你 不然的话 不然什么呀 明天见 我想回来 我说 我会议室里边 我看你 在CAA的会议室里边 我们在CAA的会议室里边 那些小孩 我可以议室里边 我们在CAA的会议室里边 那些小孩 我看你 请再吃 我去 有什么的小孩 和CAA的会议室里边 早上好 谢总 我们认识吗 作我介绍一下 B人姓肖 B人姓肖 你这名字也真够难听的 还是四个三人 我的意思是 我姓肖 叫肖翔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CAA谈判部B总的负责人 原来你是那女的同事啊 您是说童威吧 没错 童威的确是我的同事 谢总啊 我其实 谢总是我爸 我是菲总 你别搞错了 行 菲总 菲总 其实啊 菲总您刚到上海的时候 我就向CAA申请了 负责同您介绍的 但是后来 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跟你讲 我发现你这个人 真的很啰嗦 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那就别讲了 对对 该 该 该讲 该讲 握手 我握手 菲总 事情是这样的 菲总 九点五十五分 菲总您很守时 先让我们合作愉快 我带您去会议室吧 等等 你满意我 不代表我满意你 据我所知 上海CAA谈判部门 一共有两组 我了解了一下 你这组呢 正好全都是新人 也就是菜鸟 我很担心你们的实力呀 菲总说得没错 我们这组确实新人很多 但是能进CAA的 没有谁是菜鸟 所以如果您能 积极地配合我们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说说谁都会 这么大一个项目 出了差错谁负责呀 我来负责 你呀 你负责得起吗 那 您的意思 我刚刚正巧遇到你的同事 得知他是谈判部B组的 带头人 我觉得与其把工作 盲目地交给一组 不如来一个 两组公平的竞争 我这正好有达测试题 你们谁做得好 歇使和柯万的项目 就交给谁负责 你有什么意见 好 好好 飞总的想法好 竞争可以激发出钱能 对我们来说都是公平的 我十分赞同 童韦 你觉得呢 既然飞总都开口了 我当然会答应 所以您的测试题是什么 慕老鼠 别以为捏到我的把柄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谢小飞借刀杀人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在苏州郊区 有块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有家小公司拿下好几年了 但一直没有开发 原因在于当地有个住户 迟迟不肯搬走 给后续的工作带来了 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家公司想转手卖地 我们谢氏友谊接手 得谈得差不多了 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这个住户 A组B组 你们谁能顺利说服地搬走 和柯万的谈判 我就交给谁 只有一周的时间 看你们的了 一定是家宝人的狗 我们家宝人的一个 我们家宝人的一个出来 鬼鬼祟祟的 我就知道 一定没好上 这个肖香好讨厌啊 就喜欢内斗 不行 我得告诉周总去 你回来 不许胡闹 我胡帽 我这是在帮佟姐 周总这次把任务给佟姐 其实就是在偏心 谢小飞既然要提出公平竞争 周总也就不好再谈呼什么 你想想 他是到董事会告状呢 说不定周总也要跟着一起公司 消息 垃圾 你说得没错 他确实是一个垃圾 既然是垃圾 就应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 但这次的事情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领导 你有主意了 这个钉子坡是个老太太 叫韩翠芬 一辈子没结婚 无儿无女的 性格也比较孤僻 村里的人跟他很少走动 你看看 不肯搬的原因是什么 我知道 钱 肯定是拆迁补偿款 狮子大开口 钱 钱能解决的事情 谢氏集团他解决不了 好 我来CAA之前是做销售的 我用短短五年的时间 就做到了大中华区业绩第一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如何抓住客户的痛点 钱 那还望肖总给我们指点一二呀 肖老师 指点 指点 记住了 是人都有欲望 但欲望因人而异 有可能是钱 但也有可能 是一幅罕见的名家字画 一盆娇贵的兰花 一个学区名额对不对 这都有可能 还有可能是 是跟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 比如 比如 一段无疾而终的初恋 欲望的对象 有可能是物质 也有可能是情感 什么调查都不做 就说韩老太太只要钱 肖总说得对 我明天再去查查 明天 现在就去 好 好 肖总 我现在就去了 记住了 童威她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咱们处处都得下入围墙 我说过多少次了 懂吗 等 等 之前我跟你们说的谈判法则第一课 是什么 知己知彼 现在我要跟你们说的 是更重要的一条 就是 永远不要先出嫁 可是 现在韩奶奶掌握着主导权 如果不先出嫁 会不会根本没得谈 这谈判过程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你比对方先出嫁的话 对方就知道了你的底线 所以 如何面对稀缺资源 还能知道对方的底线 这才是考验一个 谈判专家功力的时候 明白了吗 开始行动吧 ンポ'd 好 像你这样的女士会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这个是我的隐私 是我不能奉告 你说一说吧 我这样的怎么样 喜欢吗 我的工作呢是谈判不是陪聊 如果飞总真的觉得很无聊的话 可以去酒吧呀 商场转一转 如果您现在没有什么 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就先去忙了 忙啊 行 忙 下次见 可以呀 这女人有点意思 我的菜 走 菲总 现在是下班时间 有事明天再说吧 我呢 为了感谢你 很好地帮我完成了任务 我决定请你吃顿饭 又把那老太太跟猫咪安置得这么好 所以你就闪个脸吧 那都是我应该做的 您不用这么客气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跟着你回家 您这样做有意思吗 那前几天你不也这么追着我吗 就跟我吃个饭 然后讨论一下后面的工作计划 行 去点儿吃 上车 其实我开车也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啊 我谢小飞从来不坐女人开的车 恰恰相反 我最喜欢坐女人开的车 走吧 什么意思啊你 我先看你 停车 这就是你开的车啊 这就是男人开车的风格 不符你来啊 下车 我来 不开车 我去门 姐姐姐姐你纨门 好 这就是女人开车的风格 走吧 有点意思 怎么订在一家素菜馆啊 霍先生有初一和十五吃素的习惯 不是 怎么全都是素 就给我推荐这么个破餐厅 你请我吃饭 不是应该我来订地方吗 这吃素也太 太 把我当和尚 吃素有益身心健康 尤其是对于脾气暴躁的人 胡说八道 老人吃草就没力气了知道吗 脑子能动就可以了 需要什么力气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用力气 那跟我无关 在合作成功之前 我只需要保证您的身体健康 其他的跟我没关系 身体健康 一人一力 为了身体 干杯 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有多好看啊 你说你要第一天见到我就这么笑 我也不会为难你啊,好吧 您第一次要是不为难我 我当然会对您这么笑 行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为了感谢你呢 你今天怎么说我 我都不会换口 不过韩奶奶的案子 对于谢氏来说 真的很重要吗 是对我很重要 那是我的一个商业梦想 不过 以后再跟你说吧 说来话唱 但是你为什么要 击击自己一个人去呢 因为他适合呀 但他是个新人 你不怕他搞砸 每个人都是从新人开始的 记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要不是周总给我机会 我可能现在还 给肖翔当助手呢 KK看起来连自己都搞不定 你为什么还那么信任他 没错 他确实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 他有他的实力 他有他的优点 我相信他 也是 现实里面那些老股东 不也这么看我的吗 那 你说说我的优点吧 我知道有很多暂时说不清楚 先举几个例子吧 您的优点啊 您的优点啊 我觉得是 长得帅 还有钱 身材又好 又有很多女人喜欢 我觉得您最大的优点 就是拥有迷一般的自信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些 不管有多假 您都会觉得这是真的 服务员 服务员 点菜吧 服务员 点菜 秦律师真的很谢谢 连我初一时 要吃素鲁都记得一清二楚啊 霍先生 你太客气了 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好好 年轻人只要肯用心 前途不是问题 那还得霍先生 多提点提点 放心吧 我们集团的法律事务 会交到你手上的 那我先走一步了 好 谢谢霍先生信任 慢走 霍先生 您慢走 商 碧产 秦律师 你好 我叫商碧晨 刚到复通一个礼拜 是秦律师的嫡系师妹 我在学校的时候 就九养师哥的大名 教民法地中海 总教我们提醒你 说你特 行 好好干吧 喝点东西吧 来 干杯 来 干杯 秦律师 你认识他呀 朋友 他长得好漂亮啊 也很优秀 什么时候 我也能变成这么优秀的样子呢 飞总 我们对科万的策略会 您觉得什么时候开比较合适 最后永远都别开 我是说随便你 那好 明天十点 到时候相关资料我会发给您 请在开会前务必看完 不许反驳 行啊 加个微信吧 这是什么游戏 这是什么游戏啊 放松的小游戏 要一起吗 不用了 谢谢 这个乔纳森 你喜欢他呀 他是我们的首席谈判官 我的偶像 你当偶像 能让你把他当作偶像的人 应该挺优秀的 多这点 飞总 看您瘦的 多谢 多谢同经理 要不要这么拼啊 赶紧喝点饮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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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钻石王 落伍不谈恋爱 谁啊 晴天宇啊 你别装傻 我们俩就是 关系比较好的普通朋友 人家秦大律师 三十多岁就做到了 大律所的中级合伙人 长得帅娃 腿还长 你说你到底哪儿不满 不喜欢他 我们俩不合适 你这么挑 你说你上哪儿找一个合适的呀 我觉得呢 是因为我太优秀了 所以配得上我的男人 地球上还没有出现呢 我可能只能等着外星人 侵略地球了 你还打外星人指引呢 我的天哪 你等得着吗 我跟你说 你已经二十七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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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怎么了 对 我现在二十七岁 嗯 但我呢 已经是CAAA团队里 最优秀的谈判官了 并且我还是唯一的女性 催泄他们不算 对 我呢 还精通四个语言 并且熟练地掌握贸易 财务 法律 心理学 嗯 至于样貌身材这些外在的东西 我并不在乎 因为刚好我都有 所以你说我二十七岁 已经这么优秀了 世界上哪还有配得上我的男人呢 对 你说得都对 特别有道理 可是你说出来太亲了 你知道吗 我好想打你 你跟我这么说行 倒行 咱俩是好朋友 你跟我说好 没有问题 可是你出去不能这么说 被有些人听到了会算计你的 记住了没 我明白你跟我说的意思了 所以呢 我就要不断地变强 强到刀枪不入 在我的字典里呢 没有服输 没有过不去的事 我也相信 只有征服我的男人 才能让我欣赏 我也相信这样的男人 一定会出现的 祝你幸福 谢谢 小姐 您回来了 先生回来嘞 我爸回来了 太太今天的心情特别好 亲自下厨呢 是吗 那我就好口服了 赶紧进去 好 快喝点鸡汤啊 爸 你回来了 你又回来了 快吃 喝点鸡汤补补啊 都是我爱吃的 都是你爱吃的吧 快点吃 小夕啊 你哥的事你听说了吗 多多少少 现在事是压下去了 但我宋家的脸面已经让他丢尽了 哥哥只是在现场被抓获 但他什么都没做呀 什么都没做 但是话传出去了呀 在这个圈子里我不成个笑柄了吗 老宋啊 老宋啊 你看你这轻易地不回来 别光顾着生气了啊 儿子呢给你丢脸 这不 还有个给你蒸脸的女儿嘛 来来来来 吃鱼啊 来 把这最好的吃了 来来来 吃鱼吃鱼啊 来来 好了 爸 别不高兴了 我陪你喝一杯 来嘛 爸爸 别不高兴了 我去喝酒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正在看CAA也给的资料呢 明天准备开策略会 苏州那块地我搞定了 我听说了 干得不错 怎么样 这会儿同意我的商业计划了吧 明天我马上着手推进 不急 和科万的合作很重要 你先把心思放在这上面 没事 我两边一块儿兼顾 那也好 这样 你把苏州的计划 写一份详细的企划书 我让董事会讨论一下 爸 你让那个老家伙给我等着 我一定干出一番事业 你那边现在很晚了 你那边现在很晚了 早些睡吧 行吧 那你忙你的吧 拜拜 晚安 你还要等着 你还能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我等着 谢谢阿姨 我帮您倒茶 那戏啊 和谢外外这次会面谈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她说谢谢您的礼物 她很喜欢 喜欢吗 谢小飞见了吗 见是见了 只不过方式有些特别 有点特别 觉得怎么样吗 挺好的呀 挺好的就好 小夕啊 和谢时这个项目 我准备全权交给你 全权交给我 是 之前不是说 哥哥也会参与进来吗 他现在那副德行 这么重要的事我能让他参与吗 那我听从您的安排 哥哥不争气 公司里有些重要的事 你得替爸爸多担待一些 您放心 只要是您需要的 我都会尽力 总之 我永远支持您 可是 прок 我永远 快点大 凯架 你怎么在这儿等着啊 是你啊 菲总 出租车泡毛了 上班的时间打不到车 那你车呢 我的车坏了 朋友帮我拿去修了 朋友 男朋友 菲总很八卦 什么叫八卦呀 我就是想知道 那男的长得帅不帅 长得什么样 没你帅 放心吧 能跟我借小菲比吗 像我这么完美的男人 你去哪儿找你告诉我 没事 别 别 别担心 别难过 上车把我送你 没关系 我自己打车就好了 别拒绝我 上车 我告诉你 纽约的唐人街的中餐 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地好吃 叫你这么说 我下次还要专程去唐人街 吃上机会 可以啊 来纽约我全程接待 大家来看这块地 这里呢距离人民广场 差不多十八公里的地方 在一年前它的楼板价 已经到了六万美平米的高价 你去哪儿 往这边再看一看 这里呢差不多距离人民广场 有二十公里的地方 楼价已经差不多达到了七万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显示出 柯万的这块三十四号地 与众不同的优势来 柯万的三十四号地呢 是几年前以两亿拿下来的 现在想要找到同样的地 成本已经翻了不止十倍 所以呢 柯万出地谢时出品牌 双方联手打造七星级度假村 双赢 我有点不明白 企业发展都有路径依赖 既然当年拿这块地这么便宜 柯万为什么不继续 造房子卖房子 反而非要跟我们合作 建造度假村呢 你傻啊 有了品牌度假村 地区的品质会上升 地区的房价也会上涨 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三十四号地周围的那几块空地 应该已经让柯万收入囊中了 这几块地 柯万就等着靠度假村来 提升价格呢 看来这家伙也并非不学无术啊 非总说得很对 早在十年前呢 柯万就已经收购了周围这五块空地 在当时 这里还是上海非常偏僻的地方 柯万的举动十分地大胆 现在看起来 应该是柯万的宋总高瞻原主 崔喜 这次柯万负责接洽的人呢 一共有两位 这是柯万负责接洽的人呢 这是其中的一位叫杨潇 他是柯万的总经理 他是柯万的总经理 杨潇这个人呢 平时不搞人笑 行事作风很硬朗 私生活很严谨 私生活很严谨 没有不良事好 而且他无论生活还是工作 都非常地注重细节 下一个人 这一位呢 是柯万的财务总监 他叫赵晨曦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就是 他是柯万宋总的女儿 奇怪 那他不是应该姓宋吗 赵小姐是个母姓 有没有这位赵小姐的正面照啊 非常遗憾 我们现在还没有赵小姐的正面照 因为柯万还不是上市公司 而且柯万的媒体策略 相对比较保守 赵小姐又是新入主柯万的 所以我们对于赵小姐的资料 知之甚少 坐好 坐好 谢谢 来 继续开会 我把这个资料给赵总发一下 好 现在看到的这位呢就是谢小飞 他是美国谢氏集团董事长谢天佑的儿子 也是蔚来谢氏的掌门人 也是我们这次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但是他现在的具体信息呢 我们不是特别地清楚 这一位呢叫佟薇 是CAEA上海分部首席谈判官 本次谢氏集团合作的谈判负责人 他的工作能力呢非常强非常独立 坐 您好 开策略会 开策略会 为什么没人跟着我 哥 爸爸说 这个项目你暂时不用参加了 是不是你这个女人 又在老爸面前说我坏话了 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把今天的会议内容向我汇报一下 杜总 这是董事长的决定 还希望能理解一下 你就是我妹妹几个月前 从美国找回来的项目经理 杨孝 幸会 课案姓宋 不姓赵 别站错了队 我呢 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站队的 也希望小松总 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滚蛋 我跟我妹妹有家事要聊 好 如果是正事 刚刚小夕已经说得很清楚 这个项目不让你参与 是董事长的意思 私事 很明显 她现在不想跟你聊 杨孝 杨孝 算你有种 别让我逮到你 我早晚收拾 万总 早晚报 早晚了 快 好 那今天就到這裡吧 明天老時間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那個我還有點問題 能不能 不好意思啊菲總 辛苦了 辛苦 好 走 走 謝謝啊 有什麼事情嗎 上次和冰安談判 多虧你出馬搞定 我們孫總 讓我請你吃頓飯 好好答謝你 上次不是已經謝過了嗎 李多仁不怪嘛 上次呢 是我私人請你 這一次呢 我代表我們所 那男的誰啊 你說秦律師啊 他是我們鈴鐺好朋友 好朋友 秦大牌來了 你認識啊 C A E A上上下下 誰不認識我們 唐經理的男朋友啊 肖經理你不要亂說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我怎麼亂說了 人家是普通的大牌 對 關鍵是 對你們領導那角 一個忠心耿耿 羨慕死我們了 絕對是天造地設的 一對驚童女女 童姐太幸福了 那個秦律師 好悶啊 好悶啊 你噁不噁心啊 我看你恨不得 取代那童威吧 趕緊投入那什麼 大牌小牌的懷抱之中 是不是啊 你說什麼呢 人家是純意啊 非總 還沒走啊 我怎麼可能走呢 這次案子 對我們解釋那麼重要 我可是百分之百的投入 哪像你啊 那麼忙 又想找我麻煩 非總放心吧 這次柯萬跟解釋的案子 對我們來說也很重要 我一定會極盡所能 你們是不是要吃飯啊 正好我也沒吃呢 一塊兒吧 這你朋友 應該不會介意吧 不好意思 我介意 你介意啊 男朋友 行 不打擾你們了 不好意思啊非總 下次我單獨請你們 好 我們走吧 這童經理 平時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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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只有在自己的男朋友面前 還這麼地有女人玩 什麼 那個男子誰啊 客戶 聽他的口氣 他自以為跟你很熟的樣子啊 周總讓我接這個案子 自以為是為我好 但他不知道他這次給我 請了一個祖宗來 太難了 我請他來開個會 都要請好幾次 你這麼囂張啊 早知道剛才就替你 多噎他幾句 真不用 從小在美國長大的 你噎他他也聽不懂 反倒把自己氣著了 我現在啊 就是祈禱這個案子 平平安安地過去 趕緊把這個祖宗送走 也對 走吧 同位 菲總有事嗎 有事 今天開會的內容呢 我還有很多沒有消化 我需要再跟你 多交流一下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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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童小姐的下班時間 工作的事情 明天再說吧 她之前跟我說過 今天的事情呢 必須要今天做 什麼時候又變成 今天的事情明天做了 湘默在開會的階段 不需要這麼著急的 急不急 不是你一個外人說了算 美國總部那邊 已經打電話過來催了 說我們這邊進度特別慢 必須要加快速度 美國總部打電話了 不過確實不能再耽擱了 之前 已經耽誤三天了 聽見沒有 不能再耽擱了 天宇 那 今天 就不能跟你吃飯了 抱歉啊 那好吧 不過 我要吃點特別的 好 下次我請你 早點忙完 到家打給我 還看呢 人都走了 不過呢 很不好意思 貪污你們兩個約會 您是賈方您說了算 美國總部那邊 是怎麼說的 時間 我可能要重新計劃一下 你們剛剛打算去吃什麼呀 本幫菜 好吃嗎 天宇說很難才能定得到 你知道為什麼 那是因為他太沒本事了 緋總 我們繼續回去開會吧 回去開會多沒意思 我帶你去吃點好事 邊吃邊看 可是不是說公事嗎 幹什麼事 趕快上車 好好休息一下 席下距離 embrace 能不能裝來 sprink電源 什麼事 不適合 和生活 環境 上去 你不適合 我不是她的 好 你不適合 我不是她的 我能做事嗎 我得 spicy 都等我好久了吧 帶誰來吃飯啊 這麼著急 CA也負責任 這次的項目呢 全都是他負責 但是他太傲了 所以呢 帶他上你這兒來 好好的跟他聊一聊 廢話少說 準備得怎麼樣 都準備好了 今天我們的大廚正好也在 太好了 你可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他呀 那是 早給你介紹一下 介紹一下啊 童威 咱們見過 對呀 惠總開業那天 和姍姍一起來的對不對 行行行行 既然大家都見過的話 那更好說了 趕緊好好伺候啊 趕緊上台快快快 行 那你們先坐 我去準備一家餐 請吧童威相見 我不喝酒 太好了 那我可以多喝一杯 喝一口吧 你今天要是跟那個 黑心大律師去吃飯的話 這麼好的酒可就品不上了呀 你不喝酒 我不會喝酒 童小姐啊 一方禁酒另一方不喝 不管是什麼原因 都是不尊重對方的表現 那小飛呢 是你們CAAEA的賈方 你不喝就是不給賈方面子 你還想不想要這個工作 飛總叫我來 是來聊工作的 不是來喝酒的 對啊 我是叫你來聊工作的 給他倒一下 喝 喝 喝完了馬上跟你開聊 好不好 就這麼多 誰跟你幹啊 好 酒也喝了 我們可以開水療了吧 我這喝酒喝得 肚子有點餓 有沒有下酒菜似的 上菜 你到底叫我來 你去的 你去的 你啊 你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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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什麼 鸡子酱怎么吃嘛 我对海鲜过敏 童谷姐 你这不吃那不喝的 是不是嫌我招待不周 我不是那个意思 童谷啊 今天晚上这顿满餐呢 是罗宾给你一个心意 费总 如果我把面前这个吃了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聊工作了 没错 只要你吃干净了 立马开始谈工作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喝 喝 喝 这么好吃的东西 她都享受不了 至于吗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罗总 刚刚那位小姐呢 这是什么呀 这是刚刚那位小姐 说她胃不舒服 问我拿的胃药 胃药 对 原来她真的身体不舒服 你干吗去你啊 我看看她 别到时候真出什么事 不是 你不是说给她是叫醒了 怎么又忽然关心起来了 你没事吧你 你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喝酒了 我就喝了一点 我很清醒 一点事都没有 我说不用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请你吃顿饭 你不跟我说谢谢 我要送你回家 你给我摆脸色看 我哪儿做错了 你告诉我 飞总 如果没记错的话 您约我来 是为了跟我聊工作吧 您这样真的很幼稚 你笑什么呀 飞总 从工作的角度上讲 您是甲方 我是乙方 我有信心我们会是 很好的合作伙伴 但论私交 我没办法昧着良心 说我跟您是朋友 我对您个人 绝对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呢 现在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想回家了 我希望您回去 好好看一下资料 明天我们的会议 一切顺利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天宇 最近怎么都不回家看看呀 等忙过这阵子 我就回家 你和那位佟小姐 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 挺好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什么时候让我抱孙子呀 妈 你看你 比我还心急 那带回家吃个饭总行吧 让我和你爸看看 总可以吧 我跟他都很忙 等你有空再说吧 妈 我还有时间挂了 来 飞总有事吗 有事 今天开会的内容呢 我还有很多没有消化 我需要再跟你多交流一下 天宇 那 今天 就不能跟你吃饭了 抱歉 你要是怎么用什么样的 你也有什么地方 你哎呀 我听起来 如果 你就天宇 有机器 你怎么打起来 你不听起来 你快 could你 你弃起来 怎么了 不舒服吗 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我现在胃疼 是那个姓谢的 比你乱吃东西吗 你怎么不告诉他你胃不好 我跟他就是工作关系 说那么多干吗 怎么了 带你去个地方 上车 我去吧 坐这里吧 又吃啊 你吐光了 我也是空的 不吃点东西啊 我也更不舒服 你等我一下 老板 自带馄饨 你帮我煮一下 我老婆胃不舒服 行 歇了 怎么样 我还疼吗 没事 已经好多了 那个谢小薇也真是的 没事干不带乱吃东西 以后少跟他来往 知道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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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婆的嘴够挑了 还能还自带 行 那用吧 谢谢 我妈包的菜肉盆队 成人的CK能耐味 你怎么能跟老板说 我是你老婆呢 不然要怎么解释啊 半夜三更孤男寡女的 朋友 还是兄妹 父女 喂 开玩笑的 谢谢啊 自从我爸妈去世以后 我还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馄饨呢 那以后 想不想天天吃啊 套路我 我要是说我喜欢吃我想吃 你肯定会说 那以后我每天做给你吃啊 我们 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我不想跟你说这个 我就想好好吃完这碗馄饨行吗 好 女人啊 太聪明不好 怎么样 好吃 你要吗 我看你吃就好 我看你吃 买什么药 胃药 我给你拿去啊 喂 飞总 你现在马上把同位的住址发给我 我看我 早点休息吧 我也该回去了 我看你上去吧 请你谢谢了 客气什么 都一家人吗 一家人 你说的啊 父女 晚安 老爹 晚安 什么胃痛早退 不都是为了去跟那个秦天宇约会吗 对 没错 这该死的女人骗了我 我还给她买药 凭什么呀我 我一个都不给你吃 我不会浪费我的感情 没错 一个都不给你 你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颗药 我告诉你 我生气了 我喝水了 我没事 我很好 反正我就不给你吃 我昨天晚上确定吃的不是歇药吗 拿了一晚上了 快来带我看病了 想死你了 还把我好友给杀了 不行 我必须得去看医生 喂 毕总 你赶紧打电话联系同位 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快点 我要让他带我去看医生 看医生 你没事吧 哪有那么多废话 让你打你就赶紧给我打 好的 非总找佟沛姐这么急什么事啊 不请我电话 不请我电话 Sac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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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车子上了人了 会不会出人命啊 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吧 喂 菲总 这么早 给我打电话 什么事啊 有人挡在我车头 你说什么 大家快来看 车子撞人了 这是要出人命啊 谢小飞 先不说了 做人要紧 喂 菲菲 喂 天宇 不好意思 这么早给你打电话 我现在有个急事 需要一个代理律师 是 十五分钟之后 我带你家接你 你是美国人吗 警察同志 不能以为他是外国人 就放过他 小声点 这里是医院 真的不是我装的 我跟他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而且速度特别地慢 怎么可能会撞到 谢小飞 你来干什么呀 警察同志您好 我是国际商谈机构 驻上海分处的童威 这是我的名片 这位谢先生是我重要的客户 我可以证明他的身份 我是普通律所 做门代理事外业务的秦天宇 有鉴于谢先生身份特殊 现在他的事物 将由我代理 谁允许你代理我了 谢小飞 不好意思 我想跟谢先生单独说两句 不好意思 跟我过来 秦律师是吧 有个情况跟你说明一下 有个老人倒在你当事人的车下 但是现场监控拍得不是很清晰 目击证人的证供也不明确 所以无法判定责任 你的当事人有肇事的嫌疑 但是他坚决否认 请问你是老大爷的 但是我爸 这位先生 你先别急 能借一步说话吗 你带他来干什么呀 我的事不用他管 飞总 现在这儿只有你跟我两个人 请你坦白地告诉我 人是不是你撞的 我说了不是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呀 知道人不是我撞的是吧 就是他撞了我爸 你们必须要负责到底 我们当然会负责 但前提是警方必须要确认 我当事人撞了你爸的事实 但目前为止警方还无法确认 所以如果你继续在公共场合 如果我罵我 或指责我当事人的话 那 怎么 你还想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好心提醒你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代表我当事人 告你诽谤 先生 我看你是个聪明人 事情的严重性 应该不用我多说吧 那也不能这么了事 他不能仗着自己是外国人 又欺负我们老百姓 绝对没这个意思 这样吧 在事情查明真相之前呢 基于人道主义精神 我们愿意在医疗费方面 给予你父亲一定的帮助 你觉得如何 我们也不是全为了钱 那 那什么 那 你能给多少 这好商量 怎么样了 搞定了 那就好 辛苦了 走吧 当事人是我 你解决了事情 你不告诉我吗 怎么解决的呀 那个男的要钱 我就按医药费的 加倍给他 你给他钱干什么 我没撞他 你为什么要给他钱 你这是扭曲事实 你懂不懂 你放心 他已经跟我保存过了 对外 只会说老先生自己摔伤的 我真的没撞他 菲总 作为一个律师呢 我只负责解决问题 查明真相是警察的事 我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请相信我的职业操守 所以我 刚才跟你解释 都是白解说对的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菲总你先别生气 现在事情是这样的 你开车 撞了一位老人 不管真相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说出去都是理亏的 菲总你这次来中国 是为了谈成项目 不是为了争论是非 所以现在来说 稀释宁人是最好的做法 你懂吗 我不懂 我也不想懂 我就是要查出真相 我告诉你们 薇薇 我觉得人不是他撞了 怎么人也绕进去人呢 现在不是撞不撞了 你而是 我们现在先不讨论这个 我们两个 好 我先去看看 情况就是怎么样 好的 你们来得正好 老大爷已经开口了 基本情况呀 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 你告诉老大爷慢慢说 小 小伙子 谢谢你啊 老大爷刚才说了 今天啊 他出门的时候 忘了再加压药 走到半道就晕倒了 就倒在谢谢神的车前 幸亏啊 谢先生及时把老大爷 老大爷就到医院 不然呀 这后果不堪设想 喂 老爷 下次出门呢 一定要记得带药 知道吗 现在这个社会上 像我这么热心的人 还是很多的 可要是您 万一碰到那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 那可就惨了 你这有什么眼神 我说的有什么错吗 是不是啊 老爷爷 对对对 幸亏我运气好 碰到你这么好的小伙子 你是我的救命人的呢 好了好了 既然老大爷的情况 了解清楚了 咱们就不要反应他休息 我们走吧 辛苦了 谢谢啊 好好休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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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你不该对我说点什么吗 对不起 还有呢 我不该错怪你 还有 还有什么呀 你为什么把我 微信好友给删了 我想删就删了 这也没写在合同里吧 喂 我律所还有事 我要先走了 好 你走吧 嗯 你事打给我 嗯 如果飞总没什么事 我也先走了 我怎么 能没事吗 一大早跟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你有什么事啊 难受 带我看病 真的 好 走 你吃错药了 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 这一般吃错药都是骂人的话 没想到真的有人吃错药 我都快疼死了 那你还记得你吃错的是什么药吗 我 那个 这个 怎么办啊 吃一粒一般成果虾不会味道 我吃了一包 那你还真是吃错药了 不是 我还不是因为你啊 你吃了一包 这有问题可严重了 那医生现在该怎么办啊 你先去洗胃吧 我再给你拍些药 洗胃 我不要洗胃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让李向忠接你回去吧 不用 你自己这样怎么开车啊 为什么你不能送我回去啊 今天是周末 我亲爱的客户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还有力气生气啊 挺好 说明没事了 那我先走了 不行 不准走 那药我是买给你的 我看你不舒服 我大晚上跑药店去买药去了 然后呢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那黑心律师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呢 我都看到了 你说我大晚上千辛万苦地去给你买药 结果看见你跟那律师在一块 我能心情好吗 结果我就 我一口气把那药都吃了 对不起啊 你让我说你这么好 说真的 你跟那黑心律师真的不配 他又不是我男朋友 他不是你男朋友 那 那那些人怎么都 哪些啊 不是啊 那个 先把微信加了 是 为什么 为什么 加不加 行行行 好了 折腾一天 我肚子好饿 我们去吃点好东西 你刚洗完胃 我带你吃点特别的吧 走吧 去吧 快来吧 去吧 快去吧 有的 你 stratég一下